大家好,我是Pyga 很久都沒有跟大家分享有關日本愛情動作片題材的影片 今天講一位經典人物,上元阿伊 相信男士們一定會知道她是誰 簡單來說就是一位經典大眾飛機偶像 在2011年時18歲出道 2014年時奪得業界內最優秀女演員獎 然後就在2016年時引退 在短短的五年時間內 相信上元阿伊已經參與拍攝超過1000部以上的愛情動作片 在這幾天,上元阿伊這個名字在網絡上引起話題 事緣在前幾天的時候 她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貼文說 表示自己引退女優業之後 開始公司成為經營者已經是第八個年頭 她公司旗下有著手不同的生意 在經歷很多風風雨雨之後 現在終於能夠去到銀行融資 而自己營運的生意也被認可 能夠走到這一步是經歷了很多辛酸 另外她又提到 對於自己過去曾經是愛情動作片演員的事 就認為這不是一件能夠聽起空膛張揚的事 就說至今仍然沒有向父母坦誠自己的過去 她的帖文一出,網絡上引起迴響 也有媒體商計轉載 如果大家支持正版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 上元阿伊的作品已經很難從正常渠道購買 除非在二手市場 又或者在網絡上看盜版 因為她就在2016年引退之後 已經是商計要求發行商把自己的作品下架 某程度上應該都可以判斷為 上元阿伊決定和過去道別 展開新的道路 成立了私人公司之後 就開始著手一些美容業 又或者飲食業等等的生意 現在公司營運了八年的時候 就說雖然當初會因為自己過去的經歷 令到很多事情上會遇到阻滯 例如在租借房屋、辦公室等等 都曾經被拒絕 不過現在應該可以說是漸上軌道 不過她依然說至今仍未跟父母坦誠 過去曾經是女演員的事 我相信這也是媒體相當關注的地方 所以就是紛紛轉載 但是想真一點 其實這樣是不是有可能呢? 我在網絡上見到有關上元阿伊的訪談的時候 她就透露 當初入行的經過是因為高中畢業之後 想要矯正牙齒就需要資金 雖然成長背景是衣食無憂 但是也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賺錢 一開始的時候就會做一些爸爸活 以及做一些接待的工作 後來已經介紹之後就加入成人動作片業界 雖然當初不是很受歡迎 因為外形就不算特別討好 而且從高中年代開始就已經保持著辣妹的形象 因為這一點就可能會令到很多導演就不願意給她機會 本來上元阿伊是打算拍幾部作品之後就會退出業界 但是拍一下就覺得很好玩 而且因為自己性格就是不願意復書 好勝 所以後來她就決定接拍很多業界裡面 很多女演員不願意拍的題材 還有接受各種不同的動作 專門去研究各大女優的演技 還有訓練自己的出水能力 學習各種令到觀眾喜歡的小動作 又或者說話的聲音等等 在短短幾年時間裡 她就在業界成為一個傳奇人物 或多或少都有在主流媒體公開露面 是多次成為周漢雜誌的封面 即是分分鐘老爸都可能是曾經見過女兒在作品出現都不頂 不過其實都可以這樣理解 只不過是說 上元阿伊沒有跟父母坦誠 但父母早就知道真相 正在等待女兒告白也不頂 又或者親子關係不太和睦 但我相信很大機會是前者 而且都可以想像得到 父母都相當體貼 不會主動提起 而是慢慢等待女兒親身告白 現在她已經是公司老闆 從事很多行業 據說她有機會想要建設一間老人看護中心 希望將來能夠跟粉絲一起在裡面生活 一直以來從事成人動作片業界的女演員 都可能會煩惱 引退之後要怎樣生活 畢竟正如上元阿伊所說 這未必是一份可以堂堂正正說出來的體面職業 而且過去的經歷會影響到未來生活上的各種細節 這就是不能否定的事實 其實在任何年代都應該會發生 上元阿伊都表示 現在她自己所做的行為 是希望鼓勵一些年輕已經入行正在煩惱的女演員 在引退之後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道路選擇 另外最近三上游 同樣地都是傳奇級的成人動作片女演員 同樣地發生了一件事在網絡上引起迴響 自從她在2023年引退之後 就一如以往地很積極發展不同的事業 例如經營服裝品牌Mystrias 最近這品牌跟另一個專門賣帽的品牌聯成推出新的設計 結果在網絡上引起迴響 有很多網上的宣文留言表示批評 例如社會風潮將愛情動作片女演員美化過頭 認為這間賣帽公司選用愛情動作片女演員的品牌來做聯成 是冒犯自己的品牌 有人認為沒有人想購買前女演員的帽子 也認為這間賣帽公司在鼓勵強暴和電車鹹豬手 還有言論認為日本成人動作片 是踐踏了日本女性的尊嚴 令到日本女性的形象受損 所以這間賣帽公司同樣地鼓勵這種行為 還有認為選擇從事這個行業的女性也是蠢才 由選擇這個行業開始應該要有所覺悟這份沒有人權的工作等等之類的網絡指控 因為網絡上引起太大的迴響扶評 三上油壓決定在網絡上發表文章反擊 表示自己的工作就是滿足市場的需求和供應 正正是因為自己經營的品牌受到關注 才會接到來自其他公司的聯成合作機會 我覺得大部份在網絡上批評的人應該都不會是這批聯成商品的對象客戶 有可能只不過是鍵盤戰士吃飽飯沒東西做 就隨便找些攻擊對象來宣洩 而事實上三上油壓所經營的品牌的確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 亦都有不時在一些女性雜誌上出現 同時他自己亦表示 在現役女演員時代時從未有想過要勸導任何人加入業界 亦都沒有想過要得到所有人認同這份職業 亦都沒有想像過需要被人尊敬 單純地只是想在業界裏求生努力工作滿足需求 雖然世間上有不同意見 但是說應該要尊重人的人權和職業自由 認為在網絡上誹謗中傷的宣民 應該要注意自己的語言暴力 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其實類似事件前一陣子都有發生過 三上油壓在台灣的一場白球比賽上做開球儀式 台灣那邊好像沒有太大反應 反而在日本國內引起迴響 日本國內網絡上的言論表示 愛情動作片女演員不應該出席這些老少咸儀活動 其實早在十幾二十年前 無論是嚴聲美寶唇 或愛情動作片演員梵倒愛 夏目內內 或是麻美尤真等等 都經常出現在電視機上的節目 不過可能因為當時網絡不太發財 很多人可能是有意見都只不過是放在心裡 就不會像現在這樣 內心極力地想要將一些不順眼的東西排除在外 正如很多人所說 三上油壓不偷不搶這樣 相比藝能界部分演員或明星 他們可能以前是暴走族 又或是涉及到黑道 甚至是有演員藝人 曾經涉及到詐騙未成年少女出賣肉體這些罪名 即是批評三上油壓過去的人 又會不會對這些有犯罪力的藝人有意見呢 與其在網絡上不斷地攻擊人 都不如想想辦法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好過吧 在影片尾段想講講另一位女演員 這個重本賽內實 原來他在從事愛情動作片演員事業期間 成功考到會計師資格 而且還兼職在企業上擔當會計工作 即是這個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好人好事 大家覺得怎樣呢 有什麼意見都不妨留言討論 喜歡影片記得讚好和訂閱 也可以選擇用Superfans課金支持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